剪映店老板马赛克怎么做 方法一 进入剪映之后我们导入影片 那进来之后呢 我针对他的这个手枪 这个玩具枪空气枪的部分 我们来把它做一个遮蔽的效果 那目前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是 我们直接从这个左上角贴图里面 我们直接从贴图里面 我们选择遮挡 选择遮挡这个项目 那在遮挡里面呢 他就有一些这个马赛克元素的东西 那这个是最简易的一个做法 我直接寻找合适的图案 好那这里的图案 如果觉得并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从上面这里 上面这个框 直接做搜寻的动作 然后搜寻马赛克 好然后你再依照你的喜好 然后从里面去寻找你觉得合用的适用的部分 好这边随意选了一个 我直接选择这个绿色的 这个马赛克的图案 那出来之后呢 我再从右上角 我选择贴图的部分 然后再从右上角来设定他的 关键针跟他们移动的一个动态 好然后我们再依照他画面移动的一个状态 慢慢的添加关键针 去追踪这个物品 好我们从头播放一下 看一下效果 方法二 好那有人会说 方法一都没有找不到合适的 这个马赛克的图案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有我们可以直接从 这个图层堆叠的一个方式 来做马赛克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先讲 在手机里面 它是怎么执行的 我们用一样的片段 然后再复制同样的一个片段 进入所谓的画中画 把它叠到第二层 好然后呢 我们运用蒙版 然后把第二层做 这个特效模糊 这样我们就可以执行 就做出了一个 这个区域模糊的一个效果的 马赛克图案 好选择特效 选择基础里面的马赛克 特效出来之后 选择特效作用对象 在画中画这一层 然后后面再借由这个 关键针的一个设定 让它去追踪这个物品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 局部马赛克追踪的一个效果 好调整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那问题来了 因为目前电脑版的检印呢 它没有这个 它的特效执行的部分 它没有办法选取作用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第二层的部分 它是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 那我们怎么做处理呢 好一样的道理 我先把第二层的图形 先把它做出来 针对第二层的这个 有马赛克的图层 我们先把它做出来 那利用蒙版的部分呢 我们先把这个局部的位置 都先全部先标好 那为了方便比对位置 所以我们先把主轨道的 这个主画面先拉出来 然后再拉一个这个在画中画上面的一个位置 然后BRAW这个位置的一个轨道 我们也拉出来 然后针对上面的这个BRAW的部分 就是第二个轨道的部分 我们开始使用蒙版 然后加上关键针来去设定它 那因为我们的主轨道还在 所以我们可以比对它们的一个位置 好那整个制作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删掉主轨道的这个画面 然后我们把它做输出的一个动作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局部的马赛克 然后我们再导入原始的影片片段 再将刚才做好的马赛克的这个局部马赛克的片段 添加到画中画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我们从右上角选择基础 选择混合模式 选择绿色 如果我们是黑色的底 我们就选择绿色 那如果你是制作成白色的底呢 那你就选择正片垫底 那把这两个画面融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局部马赛克的追踪的一个效果 等剪映电脑版出了特效可以作用对象的时候 后面这个步骤就可以不用了 好以上就是电脑版马赛克的制作 手机版的部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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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